我對於這次的新品鮑魚高度的期待 它非常的特別 它的那個塔克餅的外皮呢 是用雞胸肉 炸完之後把它凹成一個U字型 好 我們看到這個份量呢 真的不算很多 我在咬第一口是幾乎沒有感覺到的 我就只有感覺到這個炸雞的辣度 還有肉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肯德基他要把塔克餅做成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是肯德基在今天所推出的期間限定商品 超級塔克 墨西哥風味 我對於這次呢 新品鮑魚高度的期待 其實在前幾天呢 新聞就已經出來了 我就非常非常的想要開箱這個新品 原因呢 是因為它非常的特別 正常來說我們吃到的塔克餅 它就是一個麵皮 然後在裡面可能加入一些肉啊 或者是蔬菜 但是肯德基呢 偏不一樣 它的那個塔克餅的外皮呢 是用雞胸肉 炸完之後把它凹成一個U字型 然後在裡面再加上一些蔬菜啊 醬料等等的 變成一個滿特別的塔克 就很好奇說呢 它到底有沒有比一般的塔克更好吃 會不會掃完那個餅皮之後呢 反而有點奇怪 又或者是把肉變成餅皮之後呢 那個飽足感跟爽感又更提升了 好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吧 登登登登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用這個盒子裝 也太可愛了吧 我覺得這盒子的設計還滿不錯的 如果以這個大小來說的話 可能有點奢華 單點的話呢 一個要149元 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東西 登登登 好可愛喔 它好像一個寶寶在搖籃裡的感覺 我們把它拿起來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這個份量呢 真的不算很多 然後還要吐槽一下它的外觀 我覺得它的外觀長得真的不太美觀 看上去很像是一塊炸雞排 然後在上面丟了很多的生菜啊 然後番茄啊等等 然後再塗一些醬汁的感覺 整體看上去呢 不像是新聞裡面那樣子 欸 U型 然後把它包得很好的那種感覺 我們目前看呢 它幾乎就是平的 這個我感覺 它還是必須要用這個袋子來吃的 如果你是用手把它這樣拿起來的話呢 配料會掉的到處都是 OK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囉 首先是 它還滿辣的 應該這個炸雞本身就帶有辣度 像是我們一般在吃 卡拉雞腿堡的那種感覺 就是還蠻辣的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生菜 有一點太濕了 一咬下去 我就感覺到那個蔬菜的水 跟炸雞混在一起了 因為它畢竟是炸雞的外皮嘛 所以還是要酥脆一點 可能才是比較好吃的 還有一點就是它是用雞胸肉所製成的 所以呢它的肉質會沒有那麼的多汁 然後本身它雞肉不多汁的情況下呢 卻有這個蔬菜的水進來 就覺得好像這個口感不是那麼的好 那起司的味道呢 我在咬第一口是幾乎沒有感覺到的 我就只有感覺到這個炸雞的辣度 還有肉的味道 第二口呢 我就有吃到蠻重的美乃滋的味道 那它的美乃滋呢是辛辣美乃滋 所以呢不會到很甜 然後帶有一點點的辣度 我覺得第二口呢 就比第一口要好很多 因為它這個醬汁的部分呢 就可以把雞胸肉乾柴的部分 給填補過來 它吃下去之後 欸你會覺得肉質變得稍微滑順了一點點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是 這個醬汁呢算是蠻重口味的醬汁 一旦吃到了醬汁之後呢 旁邊的菜呢就沒什麼他們的戲份了 吃下去就很像是在吃 加了辛辣美乃滋的炸雞 不過呢 我覺得生菜是有讓這個炸雞油膩的部分 再降了一點點 所以不能說生菜是沒有用的 只不過呢味道上 就很明顯的被蓋掉了 我覺得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肯德基他要 把塔可餅做成這樣子 因為本來以為他這樣子做 應該是有一個不同的用意 但其實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呢 我覺得它料會帶有到出豆式之外 也沒有感覺到說 會因為這樣子 口感上會變得更好吃 如果它現在再加上一個餅皮 我覺得也是沒有任何的違和感 應該會是加分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美乃滋的部分 做得真的是蠻好的 因為當時在新聞上看到美乃滋的時候呢 我心裡想說 哇 肯定又是一個甜鹹甜鹹的東西了 但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呢 它還是比較偏向辣味的感覺 那美乃滋的部分呢 它只是口感 不會有這個甜的感覺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它不難吃 但是好像沒有達到 它想要做這種很特別的塔可餅的效果 CP值可能不是那麼的高 因為它不是一個特別特別美味 又或者是份量非常多的商品 但是它的價位呢 我覺得算是 中高了 這次我們點的是L套餐 也就是一個主食 加一份小鼠 一顆蛋塔 跟一個飲料 這樣子呢 要194塊 逼近200塊錢 然後它又不是很大 內容也不是特別豐富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價位有點高 如果是拆L套餐的話呢 不得了了 要來到245塊 真的是 有點奢華 那回到產品上來說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中規中矩的產品 炸雞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一般的水準 因為是雞胸肉的關係 所以呢 它就沒有那麼的多汁 稍微比較乾彩一點點 不過呢 我覺得可以稱讚的呢 就是它醬的部分 它醬的部分 如果鋪的均勻的話呢 每一口都吃到醬 那我覺得就可以彌補掉 咬炸雞稍微有一點點乾彩的部分 那生菜的部分呢 沒有像廣告上給的那麼多 老實講我覺得 有一點空虛 可能吃漢堡還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漢堡它就是一層一層的嘛 所以呢又有麵包又有肉 又有蔬菜 那這個呢 它就是只有肉跟蔬菜 然後也不算很多 其實把它折起來再咬呢 我覺得也不會差太多 那外面一塊炸雞呢 可能頂多就是70到80塊 然後它的單點呢 來到它的兩倍價錢 要149塊 所以我覺得就... 有點讓我失望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可能雞還是哪太好吃了 超蛋 jouerveda 好 你 得 就 那我們 葬 你好 甚麼 像